hello大家好 我现在依然在五角山寺 晚上呢到饭点了 过来吃个五角牛肉 不是 过来吃个五角猪肉和黄牛肉 刚刚在点菜的时候 这边服务员有请提示我说 黄牛肉你可能咬不动 你确定要点吗 我说那我不确定吧 那就只帮我来一份那个五角猪肉吧 那这边呢 黄牛肉和五角猪肉都挺贵的 黄牛肉78块钱一份 是小炒的那种五角猪肉呢 他说是砂锅红烧的 68块钱一份 咱尝尝 上菜了上菜了 一大砂锅这个五角猪肉啊 看的挺香香啊 这边配了一个黄豆酱 他跟我说 如果觉得这个比较淡啊 直接倒进去煮 然后这边反正觉得 我觉得口味比较重 给我加了辣椒和蒜 这个还有酱油 好谢谢 香啊 赵啊 尝一尝啊 下边是一个那种小卤仔 这已经是熟的了 感觉刚刚那块全是瘦的 挺有嚼劲的 这一块肥的啊 肥的倒是挺嫩的 五角猪的猪肉排骨 它这个吧 嚼劲还是很足的 你要说很香吗 倒也没感觉出来 这旁边不是有给准备好的 黄豆酱吗 咱来一个肥瘦香煎的 蘸一下 配上这个黄豆酱啊 是更有滋味了一点 把这个黄豆酱全加进去 哎哟 拌一拌 觉得这样会更有滋味 它下面还配了 呃不少这种圆葱 你别以为这一个砂锅全是猪肉啊 啊 赔死了 这个猪啊 为什么叫五角猪呢 其实我在上一个视频里有提到过 五角猪啊 就是五指山当地的土猪 养在山上 然后呢 为什么是五指脚 不是说畸形啊 正常是四肢 它第五指脚呢 是因为它老用鼻子拱地 你知道吗 就相当于第五指脚了 所以就叫五角猪 刚才的黄豆酱 拌着圆葱 五角猪肉 在里面滋啦滋啦沸腾呢 来一块 这种肥瘦香煎呢 不能白加了 前台的心思啊 给我准备的 小米椒 和蒜泥 嗯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真香 挖一口饭 总体来说我觉得 这种红烧的五角猪肉啊 挺不错 你帮我看看这个 你们有没有懂的啊 帮我看看这个猪肉上面的纹理啊 这是猪皮 看看到底是不是五角猪肉啊 别被骗了 它就算给我弄个 普通的猪肉 我也吃不出来 嗯 烧到后来啊 不入味 香 真香 奶油 葱葱 可以 光盘行动 拒绝浪费 没有了啊 只剩一点点洋葱了 光盘 光盘光盘 吃饱了 开心啊 回去剪视频 拜拜